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表演很精彩 但我们都清楚刘谦不是真的能够把白纸变成钱 魔术只不过是一种借助道具 达到以假乱真的表演艺术 然而前不久在上饶市延山县 也有个人自称会白纸变钱 整个过程远比刘谦的魔术的复杂得多 并且变出来的钱连验钞机都识别不出来 这里头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呢 事情还要从一起盗窃案说起 前不久 延山县公安局接到报案 洪桥乡飞蛾村村营张晓瑜家中 背到三万七千块钱现金 案发现场就在张晓瑜的房间里 当时门上的挂锁被人撬开了 受害人反应了三万七千块钱浸泡在两个脸盆里 当天下午张晓瑜回到家的时候就发现被盗了 那么他为什么会把数万元现金放进脸盆里呢 当地刑侦侦侦员和技术员随后赶到了现场 到现场以后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当时整个现场环境是一个农村 一个很偏僻的农村 而且房子非常破旧 就是说然后经过现场勘察以后 技术人员跟这个政策员啊 勘察着房以后啊 就发现不那么很正常 平时大门只是带楼的 他们房间的老房子嘛 就没有什么锁什么 就是带楼之后 那第二天早上就看到 他们卧室的门就被敲掉了 卧宽